我觉得得是他们的首选了 城市网吧这张图 说实话 如果说 呃 AG不主动打的话 RW可能想不起来 嗯 他们应该是挺久没选出来过的了 挺久没打过的了 RW这张图是 无场两胜 嗯 然后AG是没打过 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给对手提这个影的 嗯 但 对于今天来说就选不出来了 但如果说明后天 对吧 你多针对一下对面胜率高的 是啊 感觉有点自发的感觉了 走出希腊神殿 这张图应该算是RW 比较不太愿意去打这张赛道 嗯 拉不开 抓地实力呢 没有办法很好地体现出来 但是 团队能力的话他们也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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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能力的话是两个单体 团队能力的话 只有一个单体 但这个风的话 磁栽久后风 刚才我想说啊 可以放一个磁栽久后风 但是他正好只刮到了磁栽 话还没说完呢 这样的话 AZ的激动就好了 那的话是一个说明宝 然后这边还有弹气 阿道的手里是有飞碟的 扣过去故意走不掉 还有个飞碟 诶 程昂过去看到风了 然后还吃着这个风 在这边扣跌同时呢 自己抓地上也稍微撞下墙 是的 阿道的手里 两个杠戏里扔一个了呀 扔了 直接走下车 再吃道具 有单体 单体打谁 打谁汉吗 对的话也有单体 而且是有一个单体 加上一个闪电的 两个风 到了两个单体 这两个风双光一放 谁都平常 AZ放的位置有点早了呀 是 没有卡在这一个展路上 是 自爆往后传 吃大体再吃一下 又是干扰器 这道具质量有点堪忧啊 但是刚说完 吃到两个单体 加一个碟 这波进攻流 要往前打了 那有人能补位吗 没有人能补位 前面 AZ有两个人补位 被连扣过来 磁弹没有氮气 这个重现感觉拉不住了呀 小白龙这时候补上来 来得及吗 速度够快 哇 哦 这 还得是序列未来啊 而且 小白龙最后 好像 不是开氮气过来 他应该比较远的距离 对 他ECU开过来的 对 AZ有一个致命的失误点 车上失误了 陈航中了一个云雾之后 然后又迷路了 对 但即使他不迷路啊 其实 他对最后战局的左右 也不会很大 因为他不是第一个 他是机甲呀 他开着弹气的呀 哦 也是 对吧 他如果 没有说迷路的话 他有可能在最后反超来到第一 他一定能反超 然后最后冲线的人 不是腹 也是他 对 而且 RW手里是没有军用型道具的了 对 就如果我们真是 按倍次来排的话 其实小白龙最多排第三 对 在刚才那个位置上 甚至于第四 前边至少有两个AZ的选手 而最后呢 让他凭借一丁点的速度优势 实现了正面先前的最终反超 是 就快了 他快了这么一点点 因为步骤是平方重现的 他比不弹气的 他是 没机速的话 好像应该之前有个墨汁 然后前面有个中卷风 但是没能够挡住他 挡不住 对 但就是最后差点速度 是 其实这一局 RW中期的道具具量非常差 呃 车的道具 基本上没有什么进行道具 比如说我刚才刚说完那一波 才吃到了一个单级加个飞碟 AZ中间一度是 手里边至少握了三到四个进攻性道具 嗯 这个打的RW其实没有什么还手之力的 对 而且最后这一波真的 说实话 AZ已经稳操胜券了的 对 可惜 出现了个失误 整体的道具 整体的道具数量 RW这边飞碟是居多的 但单体层面两边是一样 雷的话 AZ要更多一点 多两个 然后龙减风RW更多一些 RW 这风 起码视角里面看到的磁带 在第二圈开头 那个风是放的有点爽 然后第一圈 黎龙的风其实也失误了嘛 嗯 这是第二圈 看这里AZ还是一个双铃跑的 看成海有个氮气开起来 两个ECU你看 被云雾给影响了 这也你看 这其实跑了很远的距离 而且在最后小白龙出现的一瞬间 其实他跟布是两个人 几乎同一时间冲着线 一上一下 所以说他如果路线不歪的话 他一定能够反超 而且一定是冲 疾风鸡炒 AZ开到了双鸡甲 R雪开到了圣悟空 布开到了元旗之星 R道路这边是玲瓏开到了元旗之星 这个双鸡甲倒是也没错 嗯 是可以 因为圣悟空其实有充限能力的 对 但还是那句话 你不能让对面的鸡甲出去啊 不然这个圣悟空其实作用就不大了 一定要再去打了 比较焦灼一点 圣悟空在后面才有发挥的余地 开局 2W吃到了一个龙奖风 然后还有一个飞碟 这里大路刹车一个风打在前面 向下上来吃一个飞碟 再补 三个弹琴在手 弹琴开起来 小白人要上去扛上汗啊 而且这一段AZ是没有任何信用程道具的 刚说完来了一个飞碟 飞碟接扣 他就解给点掉 而且扣在小白龙身上的 弹丝倒了一个皮 对 这个位置差的变化 就导致说 相加皮用道具是可以用重的 一个雷皮过来三响 再来一个雷 连续两个雷 但是小白龙身上的一个飞碟扣过来 前面解得很快 但还是下去 两个人都下去了 下人全下去了 应该是一个人中了蝶 而另一个人卡住了 对 但这个局面对于戒戒来说 其实是他们想要的 宝雪 这个云雾消失了之后 好像还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两个 弹倒了 啊 灵笼已经开掉了一个氮气了 两个飞碟往前扣 然后灵笼走不掉 小白龙一个字包想要拖一下 抱不到人 那后边的话还是三个AZ的队员 但是我里边没有用他们进攻权道具 这边是有氮气 这个氮气谁来开呢 龙卷峰再刮 但是把小白龙也给困住了 对的 都走不过去啊 RW今天龙卷峰释放的点 确实对于队友的影响都挺大的 要么是反正就是影响不到队友 再来一个风 这个位置没办法 我女的风非常好 对的 有个磁铁杆往前吸 玲瓏没有ECU了呀 前边闪电已经批响了 仅是在阶库比 而布的话也有一个单体可以反打 奥雪在后面 我觉得这个氮气得给奥雪 小红红 而且后边风中了奥雪和布 对的奥雪跟布两根都掉下去了 玲瓏有一个比较长的领跑勇士 但这个背叠扣过来 奥雪已经冲过来了 这辆孙悟空最后没有 诶 又欧雪已经给了我 抓你食物了 最后连续两个风把玲瓏给缝起来 还有一个风没有缝到 对 恭喜玲瓏 哇 这一局AG的失误真的是太大了 比西大神殿还要大 两圈在相同的位置受到了云雾的干扰 出现了相同的失误 两圈都掉下去就算了 最后熬雪这一波抓地 云雾是有点影响 对 影响很大呀 但是飘的也太早了 对 他第一圈其实都没有飘这么早 低脚忘了是不是熬雪了 但一定是AG的队员 就是中了这个云雾之后呢 然后入关稍微早了一些贴到墙上 所以说让RW能够成熟一根领跑 但第二圈这个位置确实是早 就点过分了 对 太过分了 而且这两分啊 AG应该都能拿下才对的 确实很可惜 在最后就面前前 呃 前后脚应该是三个龙眼风 加了酷比 对 还有墨汁 对 也是看不到前面的路的 就连龙完全是扶着抢走的 对 但是我们反过来想 这两局打下来都是一记压制 RW打 哎 打的是好的 但就差最后这一下 哎呦 就就你看中间一记 有这么多抓地失误 从进到口掉下去的这种失误 都还能把它给按下来 对啊 有个飞碟 嗯 这要是少一点食物 那RW今天感觉挺危 但这一局其实已经两次给我们体现出了 被刺差的重要性 嗯 一个是这个云雾 云雾你只要在前边放 后半身才能吃到 对 对 还有就是山椒皮 山椒皮 都是 虽然说看似我的进攻型道具 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是 也没有很明显的失速 但是因为我们的位置改变了 所以说我手里边的一些偏干扰向的道具 因此盘活了 哎 他们的作用就被放大了 对 前面两张地图 你看 哦 这个风啊 这是第二圈的小风 第二圈的风放大 但是熬雪这里 确实是跳得有点太早了 搭得实实在在的 嗯 而且他的两个意思又全开掉了 对 问林龙 其实啊 你也可以说它是没有中风的 啊 因为有个酷比是吗 对 对 它那个酷比跟风的话 其实是抵消的嘛 嗯 最后三个路线风里边 是 护盾挡了一个 然后消了一个 嗯 那最后一个 最后是真的是 不至强境中间 对 这个判断其实还是比较冷静的 呃 怎么说呢 两分 RW都拿到手了 那下一张图还是他们自己的王图 投赢进阁格 玲珑跟不开道的凯特雷诺 80%的胜率 很高啊 十场 然后这一局相当于又是让玲珑去拿几下枪分 呃不拿这个领跑的强势车抢分 这种同车赛道啊就是要交给这种超级领跑 对 所以咱们这个比第一充限的这个赛制呢 更多的就是对于道具其实有限制了 怎么说 你赛车你要往前放 诶尽量拿多一点这个第一副分率 对 你枪成跑最好是先拿 对 前面一眼一个碟扣过来 互换一部道具 老弹再往前打啊 关键的是啥是鹿剑通 但鹿剑通的话 现在是RW手里有点有的 所以说看A镜头能过去 这个风 啊但是今天这个风放的是真的有点超啊 嗯 确实没有那么的细腻 不必往前打 前面已经是两个人补位的一个飞碟扣过去 步是过不去的 但是解掉了一个飞碟 磁载过来了 两个人复位 双双复位啊 DF来了双领跑 前面可以先补一波道具 是中间 两个盾 两个导弹 给了A镜头里边又有一个导弹 但是前面的话 这两个导弹是 想要掉了两个天使的 而且很赚 哎没开 有一个没开 再来 也被油货皮给撬掉了 然后直接是飞碟在往前扣 没有飞碟扣起 那么的话 节奏可以稍微稳一下 零龙可以抚位啊 还是一个双领跑 这个淡气船都有点晚来不及消了呀 这样的话自爆直接自己炸开 同时后面的两个人也没能够跟上 是的 这个莫子是想要在中间的路段放开 那么影响一下 零龙的抓地速度 小后风没能够捡到 布的话顺利路过 飞碟扣过来 能不能被扣下去吗 扣下去了 复位了 此财是交了这ECU上来扛城海的 呦 布也把ECU交了 零龙这应该也得交一个 有个风 这个风能封到吗 没有其他进攻行道具了呀 但有原物 看一下自己能够顺利通过 这个 陈峰我先远到 我担心拆起来 布也有担心ECU重新 没有救行道具 我们得恭喜布 2比1 AZ 扳回1分 这是1打2打出来的 嗯 中间 中间那一波飞碟的节点 是把W阵型给完全打乱了 嗯 其实只消耗了这一个飞碟 呃 但是 呃 消耗了 应该没看错的话 此财一个ECU 一个ECU 再是抢上来补位 想去扛城海 但是对面没有酷比 没有酷比 然后你上来的话 其实你只能吃到酷比嘛 你这导弹还是飞碟 你都吃不了 嗯 然后 呃 相当于浪费了一个ECU 然后对于零龙来讲的话呢 又在关键的位置 被飞碟给扣住了 虽然有解 但是还是影响抓地 是 所以说直接上部拿到了一个 比较优势的位置 然后接着后边拾取 对 就吃不到进步行道具了 对 但其实吃到进步行道具 你也得数量拉满才行啊 因为AG手里是有天使有盾的 我没知错的话是只有一天使 但队友应该是有护盾 但这看能不能传上来吗 他是手里面一天使 一个弹器 嗯 最后啊 我突然感觉啊 阿大鲁来到年度总结赛之后 他们这个整体的配合度已经 这个道具的运营啊 感觉 一下子变得有点迷茫 他们抓地一点没变 抓地还是强 抓地还是很强 但是其他的道具配合和道具释放 都有点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 不太像之前 感觉好像是那种状态下滑了一样 你说大岔子呢 其实也没有 但就是偶尔每一局跟你来这么一下呢 也挺难受 这种累积起来 其实影响蛮大的 对 这是起步 AZ是一个双领跑 这次报也报到了 雷加飞碟 副的这个队友的氮气啊传得比较慢啊 所以说这次报没消掉 就从这开始 步就跑远了 而且也没有进入型道具 一个都没有 接下来的话呢 AZ继续来选 但是好消息是 没有让对面拿到3比0 1比2算是稳住了 而且是把对面的80%的王图 给引下来 这是一个好消息 这是一个好消息 而且是对面的王图嘛 那AZ来选的话 他们基数比较多的 沙都 阴名沙都 阴名沙都的话是7场 但是只赢了两次 你如果再反过RW的话 就10场赢了7次 那我觉得还是不选比较好 选不了 1号公路 AZ没赢过 而且有一个事就是 零龙现在的话 除非就出击一下 不然没什么强试车 没有太多抓地赛车了 熬雪开到凯吉雷诺 对战到小白龙 AZ的确是可以选 1号公路这种 短图 对 来实现压制 在道具运营方面 是要比RW更强的 是的 我今天运营的比你好 对 我就快速地打节奏 争取齐步 两三步道具就给你打死了 来 第一步道具失去 AZ手里有一个飞碟 但是RW正好有大套气 解掉了 准备风 过去嘛 过去了 这个皮要小心一点 飞碟再扣 拦战打过来省不了 落地 有一个路线风 还能够继续拿进水档 挑战在鸟 熬雪这边没有护盾的 再来一个雷劈过来 两根都得想 风路风 拖了一下节奏 是的 小航这边但是也整个了布 所以说这里并没有拉开 是的 再双吸一下两个弹器 飞碟再扣 零灯手里有个弹器 可以开起来了 而且对面是没有飞碟的 这都中了呀 挂了个墨汁然后又踩了个皮 小白龙补位 现在还是相当于一个三打一 是 自爆爆到了 位置想得非常好 布这边的话再反开自爆 自爆接自爆再接弹气 两个自爆接个弹气 不必打过来小航有个天使 小航皮没有踩到 没有过去啊 小航皮都躲了 但是路线歪了 是导弹能瞄得到小白龙 再瞄一个 还有一个 没有上去啊 好选 这是抓地的问题啊 对呀 这就有点伤了呀 但布是顺利过来了 但得看这个创始的质量 装持之后 有一个闪电 闪电打过来之后 有天使能够挡住 用了没有其他的道具了 只剩下贼一行道具了 小白龙还有ECU 最后一个ECU 逼过来 三笔 小白龙 哎呀 两边就是这个问题 这阿大鲁这边呢 可能是有一些道具的运营 道具的使用并不那么好 AZ这边呢 抓地不太好 对 就是 无论是布的复位 还是奥起的复位 或者是掉落 其实都是自己抓地出现的问题 就每一张图都能 看到AZ的抓地失误 对 除了剑阁 这事我没看到 这事也挺张 对呀 这两边如果说是 这两支队伍要是能互补一下 那也那边都无敌了呀 也不能说互补吧 相互学习 然后共同成长 对吧 但只不过 抓地这个事情呢 其实是 一时半会儿 难以解决的基本功问题 是 对吧 我们说这么多个赛季 其实出现的超级抓地选手 也是凤毛麟角 趋之可数 而这些又全都续续战的RW的话 他们强就是有理由的嘛 是 那这样的话3比1 一级再选 其实他们的高升级赛道 并没有那么多 但再往下选的话 还是那句话 要相信基数大吗 此时此刻好像只能相信 因为你胜率不高啊都 那这样的话月光 被搬掉了 就本身 为数不多的基数大胜率还不错的 没了 没了 英特拉肯也还行 但是抓地挺难 躲了个三角皮 一扭 但是飞歪了 这个太伤了 这个直接失去了一个补位啊 一个 最靠前的补位啊 可能说 吃到下边道具了 但是距离没了 刷一下道具数量 而且后边的道具点 失去的也不好 距离又远 距离远是关键的呀 小白龙手里面有护盾 有ECU 有ECU 还有自爆 对 这一句再选 不然就选一些常规的节点赛道吧 打运营 多打运营 今天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就是把那种强抓地给排除掉 一号公路 对 都是有一点点难的了 因为它有这种 节点的 节点的抓地 你看看啊 就像什么冰雪雪岛 其实我觉得这些图是好的 纯运营吗 对 你比我快 你能快到哪儿去呢 电音呢 电音广含 这种呢 电音 这种抓地也不难 倒也行 光看 这张图抓地是真不难 对 你要说难 那个飞跃点 有点难 但是还好 飞跃点在道具上难的原因是 你得看有没有那些道具 对 你要是吃个墨汁 或者说云雾之类的 你可能飞跃起来就没那么顺 对 你正常飞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道具比赛里边正常飞 没有人干扰的情况下 应该没有人掉下去 叫水率应该比竞速要低 低很多 对啊 来吧 小白龙跟陈唐开到了云集之星 第一波道具失去 一个飞碟一个胆铁 然后 雷可以直接劈了呀 雷和风 哎呦 那这个卫尺俩都给站住了 他们吃了 一个雷加一个飞碟 质量挺好 是的 上方的话各有一个闪电 在这边是墨汁配雷 打过来没有任何的干扰 两方互打着雷 互换嘛 雷龙还在前边 不补上来吧 放弃一下 爷爷刚才没扣 要到飞碟 是的 这里被扣下来 已经是没有干扰器的 对 但后面拖住了呀 还好 这边没有让RW的人跑远 反正是陈航跟奥雪两个人 都上来了 是的 而且RW手里是没有太多道具的 但是RW这一个闪电 前面陈航是有盾的 只能挡一个 陈航自己过来了 然后紧接着又一个护笔 又打响 BCU都没有开 而且有一点 到你再扣 天使 直接再打 这一段RW使用了非常多的 进攻权道具 但是也受获到了效果 不这么抢了一部道具啊 现在双方都是没有进攻权道具 刚刚完还有蝶跟一个雷 是连续两个一样了 是的 这个蝶要留着节点吗 留着前面飞一点吗 可能要留了 前面中军风再稍微放下落 这个底刚好吃到了 陈航自己过去 对陈航在写 所以说这个叠的话 这个点是扣不了的 那就留到最后嘛 哎 看那个大飞一点 这里不大响了 你不要着急啊 哎 直接扣了吗 那小白龙还可以这边 再补充一波道具 有一个库笔 两个库笔 往前打 打不到陈航 但是把天使给防了 然后还有天使 淡气开起来 应该还是能充现的 对 没有吃到军风行道具 他们也是选择了直接飞越 飞越的话 你就没有补充 就AZ手底是有两个天使 所以说能空出一个天使 来防这个库笔 给补卫防一下 应该是给布 陈航先林 这都复杂了 对 这种纯运营啊 复杂 而且你的ECU一开起来的话 你跑太快了 陈航先林 当时作为守徒的时候 你可别忘了 大家拿不拿技价都能赢吧 对啊 所以说能完全不怎么开扎币的 试一下吧 今天 AZ的运营没错 没那么多问题 是 但是其实如果说你要打纯运营的话 其实有得看运气 对吧 你的道具数量持起来 你还得看质量 质量好才能赢 有时候还得看你最后一波道具 你觉得这局的质量双方差很多吗 我觉得没差很多 AZ就是 自己通过一波一波的补卫 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碟给留住了 我只能说啊 在RW后面的两波道具点 吃出来的道具 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好 导致的 因为你看成行的那个质量 其实扣的比较的兴起 他看到灵龙反抄过去 就别扣了 但是他扣完之后呢 自己是双灵扣 对吧 双灵跑过去之后 除非你RW双迭 你想 对吧 因为RW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打单体了 但是你想想看 那一波如果说过了质量一点之前 然后RW有一个墨子雷呢 或者说就一个墨子 但也只能是你现实 对吧 你如果有的话 你前边应该就打了 你不可能留了一整圈 留到最后一个飞跃点 打墨雷 有道理 那个碟其实 早点扣完点扣 好像是都差不多 对 就是他们扣完之后 形成双灵跑 其实是重要的 如果说他扣完之后 只有一个人过去了 其实这是比较冒险的 而且扣完之后 手里有足够多的防御性道具 对 还有氮气 他们一点都不慌 是的 所以我觉得当时应该是 已经AG这边的队员 捕捉到了场上的一些信息 所以说做了这种判断 可以 那就看一下下张图 能不能够帮助AG 把分数给扳平 选择到的是 香波岛 香波岛 这辣难吧 你觉得 你这 不是难不难啊 你给脸龙开机下的机会了 你能够搔血 对不对 磁仔跟程昂开到的凯迪雷诺 这一分两名都想抢 但有一 就有一点得说了 这个零龙这个机甲得能跑得出去啊 就这几局看下来 其实阿达鲁这边的机甲都跑不出去 嗯 还真有这种感觉 对吧 那最后还是得看看凯迪雷诺 收到去 两个单体一个雷 2M整体质量更高一些 但AT的这一个雷呢 确实更好 那磁在前面是可以防的 给了磷龙 让磷龙防 是的 创新一下 哎呦 我一级这边没有进入神道具啊 这个风 这个风应该是中了的 果然 然后这边再做报上去 干嘛 肩肩扯 补一下位置 再重新一下 库比直接打 打吧 嗯 打吧 对 但自己 自己的风 对 中了不许能远风 这是弹墙进去的 真是 肩肩扯 有减 库比在我前面打 只能打到磷仔 自然能抗杀害了 而且磷仔说间又单体 而且这个意思都要开吗 不开 没有十足的把握 而且现在这边又单体 再补充一下道具 先慢慢来吧 至少跟住了 是 玲瓏没抛远 玲瓏 两个意思都开了 被敲雪的意思又开了 那他有单体的一瞬间直接开 这才是护盾 库比在我前打 玲瓏没有 防啊 对的 那这样的话 没有意思的情况下 被敲雪可能要拉开距离 对过时间差打出来 哎 敲雪第一个意思又没开 对 那这样的话 得能刷到 淡气也刷到了 赶紧传 第二个意思又开起来 这是运气好啊 而且接连来护盾 但雷瓏后边又是双库比 双库比打过来 有个防可以防掉一个 还有护盾 而且不能再来扛 对 布的这个位置非常地关键 对的 对的 扣过来 盖射器可以解掉 导弹打过来 但是没有防了 布在后面也可以补位 没有飞电话 拉不住了呀 导弹打过来 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 3比3 你看 图路一换 瞬间格局打开了 哎 对吧 今天绝对不能够让RW这边的抓地占据优势是AG的主要目标 不能让RW这边跑得太舒服 对 但RW这边如果选图的话呢 那就要选抓地图 发挥自己的长处 可以让磁仔开一开 确实 因为对于人类来讲的话 自己的机甲几乎是用完了 只剩下孙悟空了 孙悟空的话其实并没有明显的优势嘛 嗯 所以说可能后边的比赛就需要 让这小白龙和磁仔两位的机甲 去拿到分数 简单吧 先选杀布 嗯 那磁仔先把原刀金开了 也行 对 这种还是要去尝试拼一下抓地 因为RW的图路就是抓地啊 他们就打抓地就好了 看你看 所以你说 AG道具啊 真不弱的 真不弱呀 咱们虽然说看了整个常规赛的 道具胜率 AG排的并不靠前 但是 你看这几天打的全是道具强队 是 今天打下来这个表现 其实我觉得出无意料了 也算是打出他们自己的实力了 是的 3比3 下一张图与RW来选 RW相对来讲的话 它的高胜赛道会保留的多一些 而且总体其实大部分的胜率都是在50以上 对 沙都是70%的一个胜率 然后三人猫想岛应该没帮吧 没帮 他帮了 帮了 对 85%的一张图确实实是很高的一个胜率 可以找一些抓地更难一点的赛道 Alpha其实也能选 对吧 就是那种 Alpha也算一个啊 我觉得那种出现比较大的断层 跳台 这种地图 嗯 考虑 你们看苗寨能打吗 苗寨 其实挺吃抓地的 对 但是苗寨的话后边的长期剑子铁其实也挺快的 那边签啊 哎 这是大抓地图 这张图好 虽然说AW的胜率并不高啊 但是如果说就以我们俩的分析的这个路数来走的话 其实反正不管胜率 就只要是抓地一篇难的赛道就全部该选出来 只要你能够把自己的优势给发挥出来 嗯 在我们俩的分析之下你也无设不成问题的 是啊 但前提现在其实有张沙都是可以选的 对 把沙都选的再说 这张图是一定要打的 如果说这张图都不打的话 那今天二W如果最后可能就差这一两分 那我就得追回那么紧 默许 是啊 现在就必须得打了呀 这张图来抢赛点的 拿出自己最自信的图吧 沙都 好雪跟磁胆 开到了元机之星 小白龙开到了所有空了 这张图的情况就是打得比较多的 胜率没太高 嗯 然后 胜率不太高的打得没太多 对吧 没错 好雪 好雪 这个车就你感觉它好像一直在用 但是它成功的挺过了玲珑 哎 那对于磁仔 熬走了玲珑 对 拿了磁仔 看一下 出来第一波 哇 RW 双雷 双单体 这波节奏能打开吗 这再不开 还有两个酷比 这不开明天里的 开了 但是AZ手里是有飞地还不扣吗 不扣 他不知道解了怎么办 还不扣 扣了 3RW还有一个补位呢 呃 磁仔的补位 对 甚至于我觉得它E4U可以开了 再持一个 又是一个 这个增益枪道具 闪掉我前P有天使 你可以防 这两个疯啊 有可能疯到的 哎呀 被打起来了 疯了 摩天生 没疯到 今天被脸解掉了之后 这个疯躲不掉了 E4U不救一下 是凡能小白龙送到了AZ的两个人 双持一下酷比只能打到0了 呃 要蛋器开始还过去打磁仔吗 还是要往前打 消耗磁仔护盾 就是一个单吃 不得热气 我的 这一整圈下来 这个抓地啊 我感觉 半空飘 哎呦很帅 但是没断好 磁仔过来了 还躲了一个风 是的 但是前面磁仔到哪了 磁仔还有一个ECU的 有蛋器吗 多地又来一个木槿锋 一段雪上加霜了 E4U开起来 风也封不到 莫贼稍微赢起来 让偶雪 这里没有赢上啊 对 没办法 后比赛一打 没有防了呀 磁仔已经快到终点了 手里边三起再一开 补充又一个香油皮 有护盾 但护盾传不上来 开天使 直接防 还有护盾 就顺利冲线 5比4比3 RW率先来到自己的赛顶局 是的 天王山之战是由RW拿到了自己的高胜赛道 这样的话 11场 8胜 这个极速又大 升率又高啊 确实是很厉害啊 而且看得出来 就好像这张图也确实是很偏爱他们一样 开局起步 这个道具质量 6个 进攻道具 对吧 两个雷 两个导弹 两个护笔 而且是分两不吃的 对 所以这辆无敌了 嗯 在后边的整个路段里边 虽然说AEG跟的还算不错 但是只能远远的看着RW的零跑位 是的 越走越远 那AEG再来选 还是 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图路吧 嗯 沉睡森林 我觉得 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可能要上一下 可能要上一下 对 但我觉得AEG其实他们还是比较喜欢打 留一点点小抓地 就是你带一点也没关系 嗯 别太难就行 这不能太难 对 别难为自己 看一下双方的道具 识取数据 这个质量 RW这边单体要多个 三个 雷是一样的 碟也是一样的 对 但主要 RW这边主要集中在前期 你真说很夸张的话也没有 嗯 那就是前面这个开局太顺了 开局一波节奏打开 对 尖方的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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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一下吧 这个 断空飘 想要断空飘去吃道具 凹雪啊 其实是一个很秀的选手 嗯 我记得他已经不是一次在道具比赛里边都红飘了 而且是好几张图 对吧 呃电音 嗯 然后这个 刚才的沙都也断 嗯 操作确实很帅很秀 嗯 所以说我觉得 就好像从RW出来的选手啊 就抓地实力肯定都有 包括在AB的选手 嗯 抓地的实力其实都是很厉害的 但就是得减少自己的失误率 就其实要他们抓的快他们都能快的 但是你在实战当中有这么多的因素来干扰你 所以得降低这个失误率才是王道 对 然后再加上 刚才其实我们看到的有一些比如说受陨路干扰之下的 嗯 在干扰状态之下的抓地 嗯 其实这个东西呢 你说失误的话那边分流打的了 嗯 对吧 但是这个也没法算 就只能说自己再去把细节给完善一下 可能得锻炼一下自己 种云啊 种墨汁啊 种抓地 对 你能看得清路的情况下 你能跑得很好 但一旦你看不清了 其实这也是道具天手的地球课 嗯 科隆大教堂 四辆机甲 布跟磁仔开刀的序列未来 陈杭跟玲瓏开刀的孙悟空 双方都all in在这一张图上了 是的 把技甲拿出来在这张图上去抢多一下分数 因为对于RW来讲的话还是不想达到决胜局的 是的 越到后面风景越大 没错 来了 这一张图是RW的赛顶局 弹气开起来 先去前面抢道具 双持四个导弹 一人两个 但是抢顿的话RW前面磷龙是有的 是的 布上来 哎 这个字爆想爆但是被导弹打响了 所以说你看两个图图打过去之后 整个位置其实是有所不同的 有RW手里还有两个碟啊 前面三零跑 这个碟感觉可以扔一个了 直接扔掉了 小白龙想要刹车卡位卡到了布 在这家道具 全扔了 全扔了 对 玲珑是松坤在前面领跑啊 小雪这边有一点扣过来 有空可以防过去 问题不大 导弹能瞄得到吗 能瞄到 这个场景很好瞄 但是飞的应该比较久 没错 还是让玲珑给防住了 但是过去前面也是被一个闪面给批了 再来闪电 再给补位的磁载应该是ECU开起来了 闪电打过来 导弹再往前打 实在也走不掉 有一点被追上了 那同样的小白龙也在空节奏啊 是 但是现在没有太好的进步行道具了 而且又没有防御行道具 前面有一个天使可以防那个导弹 香蕁皮 还好躲过了 再来 再躲 ECU补救 现在手里没有ECU了 单机开起来磁铁一吸 但这样子的话 最后重新丧失了重新能力啊 而且RW现在是双方全有 是的 只要没有飞碟 就挡不住磁载 我们得恭喜RW 5比3 战胜了A技 同时收获了自己的道具首胜 是的 其实最后有飞碟也没关系 他们是双飞铁干扰器 双护盾 然后应该是空中了一个飞铁干扰器 然后进行拾取 吃到了一个弹器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有增益 有双防 最后是没有任何能够超越他的机会的 除非来好多个飞铁 除非他抓地食物 自己食物 对 但你没有墨制 没有运用的情况下 其实还是比较难的 对 对 最后的话 比分配定格带了5比3 其实 A技打的印象很不错 对 但前面这一波 前期这两波道具 大代表道具太好了 而且深追的时候就两个飞铁直接空扔掉了 对 最后两局 一个叶铭 一个科隆 都是起步阶段的话 RW的道具尽量直接起飞 这其实也关乎于他们前面抢道具 但是不同点在于 其实这一局你看 在起步都是两个单体导弹的情况下 其实还是打出了一点不一样的感觉的 打完之后 最后RW的玲珑还是在第一名 而且不光他在第一 他把队友也全给等上来了 也送上来了 是的 前面玲珑收空领跑 磁仔的蓄力位来补位 在赛道的中段 就把这个交接棒给 递给了磁仔 双机甲非常舒服 是的 3比5 这样的话对双方来说 其实有这个第一冲心率 刷还是有一点的 但是一直不赢的话 其实要第一冲心率没用 是 这是起步 哇这个风是真 真的